有话说 有人奇怪 为什么我对毛泽东的书这么熟 对邓小平的书这么熟 其实并不是对他们两位的书熟 我对很多书都很熟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段 毛泽东书里面的一行字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有一篇文章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49年8月14号讲的 他里面有段话 他说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的必要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 数千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人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 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小数人 例如胡适 傅思年 钱穆之类 其他都不能控制了 他们走到了他的反面 换句话说呢 其他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跟着共产党走了 很有趣吧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面 点名批判了三个人 就是胡适 傅思年 钱穆 很有姻缘 这三个人里面 我认识两个 一个胡适 一个钱穆 我跟胡适的关系 我在节目里面提到过 我跟钱穆的关系 是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跟他见过一面 我提出来他书里面的错误 钱穆很奇怪 他讲不到一个中学生 对历史这么样有成就 能够挑他的错 后来呢 他也有信给我 钱穆 中间这个人呢 毛泽东提到的 傅思年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 换句话说呢 他是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学生领袖 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以前 陈东秀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 创始人 办了新秋年杂志 这是老师他们办的 参加了 有胡适 有鲁迅这些人 学生里面也办了杂志 叫做新潮杂志 新潮 新潮杂志 新潮杂志里面呢 这是学生办的 就是傅思年 他们办的 这个人呢 就是傅思年 这张照片呢 是他送给他的老师 胡适的 适之先生 会存 就傅思年 他这张照片呢 什么时候照着呢 他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他就是死在台湾 当时呢 就是台湾大学校长 他的几张名片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国立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他是国立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 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校长 这是傅思年 我谈他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看看啊 他 有趣的历史 当年他是台湾北京大学 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 当时有一个人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面 做一个管理员 那个人不是北大学生 没有这种机会进北大念书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管理员 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自己走自己的路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最后呢 在延安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那时候傅思年 就是这个名片的身份 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 他们组织一个小组 到延安去看看 就是这个团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被欢迎的时候 这个就是毛泽东 这个就是黄炎培 这个就是张国军 往事并不如焉的作者的爸爸 这个呢就是傅思年 这个就是朱德 这个呢就是周恩来 这个就是王若飞 到了延安以后 毛泽东下请帖 请他们吃饭 由毛泽东来 这个做做这个做东 请傅思年 傅蒙边先生吃饭 他们在一起吃饭 这是毛泽东 这就是傅思年 傅思年呢就跟毛泽东说 你写个字送给我 作为纪念 所以第二天早晨呢 毛泽东看到没有 就写好了啊 他说他就写好了 他说早上啊 宋焦啊 宋焦一处啊 王世英同志 焦 傅孟真先生啊 然后写了一封封信 就孟中先生啊 我就叫你的主妇啊 写了这个字啊 写了什么东西呢 写了一首诗 这个诗呢 是唐涛人的诗 逐波烟消 地夜虚 观河空锁 祖龙居 坑辉未尽 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我给大家讲一下 逐波烟消地夜虚 就是分出坑炉 齐日皇分出坑炉 烧一叶书 那些烟冒起来了 烟快光了 可是呢 齐日皇的这个 皇帝的这个事业呢 这个大业呢 也出了问题了 虚出了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宽和空锁祖龙居 虽然国家管得很严 祖龙居 齐日皇 在中央 控制着 坑灰未尽千中乱 是分出坑炉 那个灰 那个坑 和那个灰 还没有烧光 还没有 还没烧光的时候 山东就有人作乱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刘邦项羽 原来是 不认输的人 什么意思啊 你分如坑炉 以为这些知识分子 会强于天下 会 老师 想不到啊 尽量推翻你的人 根本书都不要看 老子不要看书 老子是行动派 逐步烟消 地叶须 关河空锁 祖龙居 坑归立境 山东 岸 流向 原来 不读书 这唐人的 永史诗 然后书成 送给来这个 孟真县 叫毛泽东 这个诗 别有用意 就是 毛泽东 告诉你 富四年 当然你是北大的 头牌学生 我是个默默无闻的 管理员 你们是学者 我不要个学者 可是 天下 我会打到 你们打不打天下 这个结论就是 这个结论了 所以 这是很有趣的 一首诗 这是在延安的时候 富四年 跟周恩来 的照片 你看周恩来那是穿的 非常的简陋 那个裤腿 都不够长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们这种简陋 富四年代表什么 他死在台湾 他代表了 一个当时最优秀的 知识分子 是向左靠呢 还是向右靠 这里面 大家看一个名字 叫做张九炉 什么人呢 他是台湾的 一个老贼 立法学员 他有一次 跟我讲了个故事 当年周恩来到重庆 跟国民党谈判的时候 每一次大家吃饭 共产党都同时出现两个人 就周恩来的张三 或张三跟李四 没有一个人出现的 为什么呢 他们的看法是说 共产党互相证明对方 表示说我没有 不可靠啊 你在监视我 我监视你 这是张九炉的说法 有一次 国民党的张群 请周恩来吃饭 周恩来那天 一个人出现了 他也感到很奇怪 大家吃饭 周恩来侃侃而谈 张群就提出一个问题 张群说 我们国民党的人才 比你们共产党多啊 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周恩来说 没有错 国民党的人才 比共产党多 可是 有人才你们不能用 有什么用呢 周恩来就解释这个现象 这个故事 张九炉讲给我听 大家想想看 很多国民党抱怨 说当年五四运动 也来的共产党 怎么大家 我们国民党倒了霉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很多人才出来以后 他们 倒向了国民党啊 不全倒向共产党 很多都倒向了国民党 像北大教授 王世杰 北大的学生 罗加伦 这些人都跑到 国民党这边去了 国民党吸收了 很多北大的 人才 其中我一个人 学生领袖 就是傅书年 终其一生 他不肯加入国民党 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 他还鼓劲他的老师 胡适 要采取 跟国民党 并不肯合作的态度 这一点 我觉得傅书年 很了不起 虽然呢 他这一辈子 也是不能够跟国民党 虚与伪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蒋介石 写给傅书年的亲密信 当昆明学朝以后 希望傅书年 怎么样帮忙 他也谈到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发现了 傅书年 当年怎么写给 他老师 胡适这些信 这些呢 叫胡适 怎么样的坚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傅书年的 这点精彩的话 他说 蒋介石的立场 他的亲戚 孔纵 孔强一宋子文 是不能办的 西西 就是陈立夫 陈果夫 这些人 是不能够不靠的 军人 是不能上轨道的 蒋介石 想借助你胡适先生 权威大分堆上 插一朵花 牛粪上面 插一朵花 这朵花呢 就是胡适 借助你的声望 来给他们 国民党天下 来美化 来美容 所以傅书年 说 胡老师 你可不能干 所以傅书年 说 蒋介石这个人呢 此归 蒋介石这个人 表面 之诚恳 与其内心 之上海派 上海的流氓 绝不相同 我八九年的经历 跟蒋介石 中宣八九年的经历 知之深意 我太了解 蒋介石 这家伙了 此功 只为了解压力 不懂 任何其他 只了解压力 你给他压力 他了解 不懂得其他 任何其他的事情 精致表面 美国之压力 美国给他压力 是他 接受中国的 自由主义派 这个人次 所以他们打胡适 主义 我们傅书年说 你与政治有所贡献 必须也有压力 压谁呢 压蒋介石 所以呢 傅书年 用这个方法 我们如果一加入政府 跟做了官 一路政府 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 胡老师 你是经验主义者 偏无词 可是你没有八年 跟蒋介石周全的经验 故把我们政府 看得太好 你以为蒋介石是好人 这不是玩了 这不是玩 你不能这样干啊 所以 傅信连的意思 就劝 胡适说 先用自己的损失 就是国家的大损失 我的看法如此 胡适的老师 王英武 一参加了政府 声明敬意 从此不值钱 他今天后悔 不听我去年的劝告 王英武加入政府 就被造假掉了 所以呢 当蒋介石 拉胡适 做考试院院长 做国府委员 国民政府委员的时候 胡适 讲话很客气 不便不方便拒绝 被傅信连一推 结果胡适拒绝了 在这个整个的 秘密的信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一点 看到的就是 傅信连 他们怎么样的 中选 在这个蒋介石的 这个政权里面 他们要发声 发表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 可是 又不被国民党吃掉 不被国民党同化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 在五四运动以后 在192月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在1919年 中国国民党成立以后 强调之差两年 双方都拉知识分子 有的呢 加入国民党 有的加入共产党 不利于洋 结责路于末 可是像胡适跟傅思念他们 他们是代表那种 无党无态的 真正自由主义的 这个路线的人 他们很孤单 他们很孤单 一般这些人都被吃掉了 或者没有地位了 可是胡适和傅思念 他们还有这么一点点地位 所以他们都陷入 进退为谷的状态 傅思念最后到了台湾 他什么呢 他是反共的 他不相信共产党 他到了台湾 他到了台湾 他写一封命运信给胡适 他说什么呢 他说自由主义者 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 不过假如李老师 先生问我意见 我可以说 你看傅思念当时的他的看法 当然有顽固的部分 他说 一 我们与中共 必成势不两立 看他判断 第二段 他说 他们得势 中国必亡于苏联 这个看法是错的 可能苏 苏联不知道 第二段 他说 中共如果不得势 只有今天这个政府 不倒 而改进 希望国民党政府 能够改变 这是他的希望 看第一点 他说我们要奋斗的 为其如此 并永久在野 绝对不能跟国民党一起做官 加入他的政府 是不可以的 第二点 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 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 这是傅思念这么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 傅思念在坚持着 你看他私下也化很气愤的 你看 日前在蒋仙人处吃饭 做中有陈不雷 蒋介石还在老调 重谈 文谈 蒋介石要胡适给他撑面子 蒋介石 可能傅思念目前的主意是说 责备政府 不可以忘掉共产党的暴行 要责共产党 责备共产党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不可以忘掉政府的 实证 政府的腐败 此之为左右开弓 严格禁止两极败类而坑制 他说好气啊 国民党共产党都是败类 我把这些资料 这个资料是内部印的 北京印出来的 表示说 这些历史资料呢 并不再长长多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看到这些资料得到什么结论呢 就是 真正在夹缝里面的 这个自由主义者 不是做共产党 也不做共产党 他们有社会对位 很苦 所以复兴年 后来在台湾 就死在台湾大学的 校长的这个任意上面 复兴年死在台湾 代表一个 极烈的一个自由分子 他的死亡 今天 整个都过去了 被在台湾的 这些知识分子 被国民党吃掉了 吃得鸦雀无声 不敢讲话了 在大陆的知识分子 尤其在文革的时候 也被吃掉了 吃得也不敢讲话了 不是吗 甚至人生都遭到凶骨 知识分子被吃掉了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知识分子里面 搞科技的这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最后 把祖国还建立成了 富国强兵的一个祖国 中国 没人敢打中国了 所以这批知识分子 最后还是成功的 可是搞思想 搞社会 科学的这批知识分子 垮掉了 头脑也不好了 话也不敢讲了 怎么讲都出错 不管是台湾的 还是大陆的 最后只剩下一个知识分子 在这里 我的运气好 就是我可以等到 或者熬到 虽然我也七十岁的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 知识分子 现在总算喘口气 能够为祖国做一点事了 我等到了今天 我亲眼看到了 胡适 傅斯年 他们看不到 海家两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 通通都看不到 大部分都 折损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里奥在这里 能够用这种口气 这种机会 来讲话 我运气好 我活在了现在 我运气好了 我运气现在的科技 我可以用电视来传达我的思想 对不对 虽然我老了 我可以感叹这些 可是别的人感叹上吗 他们都赶不上了 他们一代人 不管是正反 不管是左右 不管是不是自由主义者 或者不是 严格说起来 大部分的经历 人生的经历 都在这种 斗争里面 对齿里面 牺牲掉了 今天 我们总算 我们的国家 走上了 正轨的路子 大家可以羞生养习 来走这条路子 我今天呢 特别告诉大家 台湾曾经有过 复苏年这样的知识分子 虽然呢 只有他一个 都不知 视频道